我们还谈到可能在日本的东北食品的问题 据我的了解 日本的外务省和农民水产省 就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矛盾 就是说作为外务省 当然是要挺台湾 我们为了抗中 我们为了战略政治 完全是基本无条件接受台湾 但是说在农民水产省来说 东北食品的问题台湾一直不解决 在日本国内农民水产省 对日本的东北 这各县的这个农家要负责 他们觉得这是不是一个 怎么说呢 食品安全问题 这就是日本国内的地域歧视问题 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希望台湾一直解决 另外一个从 就是说民进党政权上台的时候 就应该解决 投了很多年 然后又弄了一个住民投票 然后投票住民投票之后 去年已经这个住民投票的失效了 然后又等又过了一年 所以说日本觉得还剩 就是日本现在作为这个议长国 还剩两个月的时间 这两个月时间的话 日本是希望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因为这也变成日本国内的问题 所以说也希望台湾能够在这个方向 就是说如果解决的话 我想这个最后剩下 日台之间的唯一的一个障碍的话 这个障碍怎么能解除的话 我觉得这个使日本的社会有很大的期待 大家CLUDE 感谢